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直播 听广播 点微信刷朋友圈 移动的都市频道无时不在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是的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加我们都市频道的微信号叫做都市融媒 这样可以跟都市频道的沟通更加直接 都市融媒就是您的一个好友 您的微信好友就是都市频道 随时留言 随时互动 请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今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现在非常热的二胎话题 对了 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问你这个问题 对 但是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就是不要 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这不常言道说孩子吗 是吧 孩子怎么办 三个多 一个少 两个刚刚好 如果想要二胎那就得赶早 尤其你说你这把年纪 得得得 你看还压上孕了 大牛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吧 怎么讲的 我这岁数怎么的了呢 没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同龄人吧 板的板的是不是 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 要孩子吧 你也得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说是一个年纪偏大呀 身体各方面条件都不允许了 你到时候想要要不了 多痛苦啊 嗯 其实吧 我也不是不想要 只不过吧 刚刚把现在这个孩子 我姑娘已经带出手了 是吧 能捋顺生活了 是吧 只要再从头来一次 我跟你说实话 实在是不太敢迈出这一个步 养育一个孩子 这其中的艰辛 真是只有精力的人才懂啊 多一个孩子给家庭是带来了很多欢乐 但是同时这父母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 那对啊 所以说要不要二胎就决定了 搁谁身上都得认真仔细地考虑一番 那对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啊 这身体状况实际上有点不允许 对 如果真想要二胎 还真得搞清楚自己身体条件 是不是允许 对吧 很多高龄产妇不但会提高难产的风险 同时还有可能影响到胎儿的健康啊 自己的健康等等 中国是人口大国 也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 中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为5.6% 与全国年出生1600万计算 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为90万例 出生缺陷已经成为中国婴儿死亡和残疾的重要原因 目前出生缺陷病种繁多 已知的至少有8000到1万种 经过努力 中国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出现成效 比如神经管缺陷 糖氏综合症 严重肢体短缩等出生缺陷的发生率 呈现下降趋势 特别是神经管缺陷 从出生缺陷发生顺位的第三位 下降到第12位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主任朱军认为 虽然成绩喜人 但是二孩生育有可能会引发出生缺陷率增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两孩政策实施以后 我们的这个出生人口数在增加 另外由于高龄产富的这个比例 比如说像35岁以上产富的这个比例在增加 另外由于这个高龄产富包括他可能带来的妊娠和病症 还有去做四管婴儿的这种机会可能更多 所以他也跟出生缺陷的发生 以及这些不良的妊娠结局的发生的风险呢 也会增加 所以也会带来使我们国家的这个出生缺陷的防控形势 仍然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 刚刚我们在片子里看到 如果产富年龄大于35岁就已经算是高龄产富了 没错 而且高龄产富不仅会导致孕妇本身出现一些问题 难产的风险 还有胎儿鲜天不足的这些风险都会提高 真是这样 我就发现 我身边有些要二胎的女性朋友就说 说我这二胎怀的怎么比头胎还累 累多了 而且这人身反应很重 每天精心头也不好 所以说也请电视机前正在怀孕的女性朋友的老公们 一定多体谅她们 对 这个必须得有 我代表男同胞们我答应了 答应了 不过 亏嫂 你要是这么说 这个说高龄产富不好 那从身体状况来考虑 你说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是什么时候呢 老妈天天催着你说 你也不小了赶快结婚生子吧 她的目的虽然是想早点抱上孙子孙女 但是你若非要叛逆不从的话 可能真的会错过最佳的受益年龄哦 一般来说 女性的最佳受益年龄是25至30岁 最迟不要超过35岁 因为到青春期时 女性卵子大圈的数目平均为40万个 以后逐月递减 直至绝经期完全消失 而在每月递减的1000个左右的卵子中 只有一个成熟提供受益机会 卵子数目将逐渐减少 卵子质量虽可不断更新 但活力也会有所下降 女性在25岁时 半年内妊娠率达60% 30岁后则降至30%以下 不孕率在29岁前为10% 30岁后则升为15% 过了35岁以后 女性容易患上胃病胆囊炎肺病肾病 高血压等疾病 而怀孕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个年龄段 妇格疾病的出现几率也会增加 而在35岁以后才生育的女性 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高血压 养水过多等多种疾病 也会更容易出现 在分娩时 还一发生难产等情况 产后并发症也会多 分娩后恢复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而怀孕后的并发症可能会携带终身 同时 遗传学研究也表明 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也不可过小 因为年龄小时 女性自身尚未完全发育成熟 对孩子的发育也会有不良影响 另外 从培养角度讲 父母社会精力的薄弱 会直接影响到宝宝的智力教育 另外 父亲的最佳生育年龄 为30至35岁 若年龄过大 精子的活力会减退 胎儿各种疾病的发生率 亦会相对增大 如精子异常 受孕后容易发生流产 早产儿和婴儿先天畸形 还会发生软骨发育不全 先天性耳聋 和先天性心脏病等 生育可是一件大事 而适宜的生育年龄 对母子都有好处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忙 压力大等原因 就错过了生育的最佳黄金期 女性最佳的受孕年龄 在24到29岁 为了孩子和自己的健康 这女性朋友还得注意好这个时间 生孩子这事 你说实话 我不太懂 你不懂 除了女性年龄很重要 怀孕了之后 各种检查也很重要 这是必须的 你没看怀孕之后 产妇都有一个小本 那叫什么 为产手册 对吧 这里面记录的各种检查的时间 检查的结果 在这上面的每一项检查 都不能落下 你说这东西还有本呢 那当然了 你就会听说我 你不懂是吧 对呀 你要跟着好好学 以后你用得着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整个产检检查的一个流程 或者我们运气要干的什么 第一个当发现自己怀孕了之后 我们要在12周之内 根据各个医院的需求 进行早运气的 我们叫建卡 或者叫建档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早运气 我们需要做一个超生 来判断 是不是宫内妊娠 或者除外宫外运身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 是我们的13到16周左右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早上去做一些出产 在肚皮上通过舵破了超生 能听到宝宝的胎心 那么还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检查 是我们的唐室筛查 当然这个唐室筛查指的是 在35岁以下的孕妇 才去考虑做唐室筛查 那么接到了孕中期 我们孕中期指的是17到28周 它的产检频率是 叫每四周一次 间隔四周 我们都要进行血尿常规的检查 以及体重 血压 宫高腐围 胎心 以及观察孕妇有没有双下肢的水肿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检查 是我们在24周到28周 进行我们糖尿病的筛查 另外就是我们在20到24周之间 要进行宝宝的这个 结构机型的筛查 比如说我们除外宝宝有没有先行病 有没有肾脏系统疾病 有没有颅脑机型等等 那我们进入孕晚期 我们指的是28周到36周 在这个孕期 我们是主张每两周产检一次 我们要注意这个孕妇的体重增长情况 那么我们到了孕晚期 我们指的是从37周到41周 那么我们一般主张是每周来产检一次 依然是要注意 它的体重 血压 宫高腐围 以及多伯特的胎心检查 重要的就是要做胎心监护的检查 那么这个时候 孕生晚期一定要让妈妈注意宝宝的体重 太动的情况 如果必要时候太动不好 应该去急等纠正 整个孕期大概要进行十几次的感情检查 那我们再保证我们孕产妇 以及胎儿的安全 OK 可是孕检 这个检查这个项目确实不少 可是我有个问题 我说这个生二胎 你说用不用像一胎也得检查是这么细 这是必须的 而且就是每一个宝宝它都不一样 而且这些检查是为了保证胎儿和产妇的健康 才每一条列在上面的 对 生完就好了 是不是 对 牛哈你这么想 也对也不对 怎么不对呢 你想这怀孕期 怀孕中 这个生育完之后 对于女性来讲 它都很重要 对对对 生产完毕了之后 它并不是责任就结束了 它才刚开始 是吧 怀孕生产带给女性的 这个变化是特别大的 对 我就总听最近身边 也总说什么 遗孕啥三年呢 是不是 那是记忆力减退 但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射胶癌 你说这个怀孕会造成 女性的这个记忆力下降 肥胖 是吧 我们都有些了解 也很容易理解 你说这个社交癌 它是一种什么 病是属于哪类的癌 究竟是什么病呢 它为什么被称为社交癌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尿湿剂是一种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 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世界五大慢性疾病之一 那尿湿剂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特殊类型的 叫压力性尿湿剂 这一类尿湿剂 是占了整个尿湿剂的 45%到55%的比例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尿湿剂 都是压力性尿湿剂 那什么是压力性尿湿剂呢 就是当一个人的负压 突然增加 这种负压增加的原因 比如说咳嗽 比如说打喷嚏 比如说运动 比如说提重物的时候 这个尿液就不由自主 不受控制的漏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压力性尿湿剂 那为什么会产生压力性尿湿剂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盆底 有一层致密的 结底组织所覆盖 那么这个结底组织的 这个结构 是维持着我们盆底 所有脏器正常的解剖位置 维持它们正常的生理功能 这张图上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结底组织 完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的尿道 膀胱直肠 和我们的这个 肱膜 都是在这层结底组织的 保护之下 当这层结底组织 发生松弛的时候 所有的脏器的解剖位置 以及它的生理功能 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产生相应的临床症状 这张图呢 是一场正常的 一个尿道的解剖结构 我们知道正常的排尿 可是因为 当膀胱里的尿 也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它会对膀胱病 产生一定的张力 那么这个时候 刺激我们的膀胱病药剂 收缩 引起排尿 也就是说正常的时候 我们的膀胱病药剂 是由我来控制的 是由人可以控制的 但是如果说 一旦出现尿道的 支持结构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排尿 就变得不受控制了 这个比如说 当一个人 肤压突然增加 即使膀胱病药剂 它不收缩 它也会出现漏尿 比如说 当这个人出现 打喷嚏的时候 膀胱里的这个尿液 它不足以引起 对膀胱病引起 足够大的张力的时候 但是由于解剖位子 发生一场 它也会突然之间 出现漏尿 这个就是我们 压力性药食性 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盆底结构的松弛 那盆底结构 为什么会松弛呢 我们知道 随着岁月的流失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 胶原蛋白的合成 一定是远远 低于它的流失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合并有 其他的一些疾病 包括一些慢性病 糖药病等等 都会使这层因素的作用 而放大 产生相应的症状 另外一点 我们说 所有的女性 都会生产 经历生产的过程 这个生产的过程呢 就是说 无论是它的这个 分娩方式 生产次数 包括胎儿的大小 都会对我们的盆底 产生一种 非常重要的破坏作用 那现在随着 二胎政策的开放以后呢 女性怀二胎 生二胎 也是变得非常的普通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 对我们的盆底 还是带来非常重要的 一个破坏作用 那当年龄大了以后呢 这种破坏作用 产生的后果 就会慢慢地 显现出来了 那么有的人 换了压力心跳 事情以后呢 他不愿意去看病 他觉得非常的害羞 这么大的年龄 还会出现漏尿 非常不好意思 有的人呢 因为对他的社交 产生影响以后呢 他不愿意出去社交 减少出门活动 这个其实对他的生活 也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其实这种想法 都是不对的 因为压力心跳 事情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疾病 如果能够得到 早期的治疗 那么完全可以 恢复他的正常生活 达到一个完全治愈 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呢 当你周围的朋友 或者本人出现这种 突然负压增加 包括打喷嚏啊 包括大笑啊 运动的时候 突然出现 不由自主漏尿的情况下 请千万不要吃鱼 及时到医院里来救诊 这回你明白了吧 所谓的社交癌 是指的什么呢 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 也就是说 咱老百姓经常说的 这种漏尿尿裤子 这么一想 这病名字取代 真是挺贴切的 是吧 那当然了 其实呢 这个疾病给女性 带来的困扰很大 对对对 比如说你咳嗽 然后就漏了 然后呢 这个咳嗽 你能忍住吗 而且你说 这要是在外面 是挺尴尬呀 但是你也不能为了 这事你不出门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疾病呢 一定得治 咱们不能因为 不好意思说 就不说了 不好意思说 就不治了 这不行 今天呢 我们特意请来了 相关的专家 给我们 有这方面困扰的女性 来答疑解惑 今日明一 谈女评 吉林大学 中日联谊医院 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 吉林省分会 泌尿外科 专业委员会 盆底疾病学组委员 中国神经性 膀胱治疗 与康复学组委员 吉林省 生殖健康 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促会 泌尿生殖学会委员 擅长泌尿系统 常见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 尤其在尿动力学 检查及诊治方面 具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韩医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感谢您做客 我们健康新主张 那今天呢 我觉得这个 最先要问您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女性会得 这个学名叫 压力性尿失禁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 医学上呢 这种不影响生命 而只是在咳嗽 或大笑的时候 发生那个漏尿的现象 称为压力性尿失禁 尿失禁呢 虽然是一个 非致命的疾病 但是给女性的生活呢 带来了诸多不便 常常令患者苦恼无比 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 我们的患者生活质量 被称为社交癌 我国有很多 据统计 我国有40%的女性呢 身受其害 压力性尿失禁的 发病原因呢 是由于 女性生育的损伤 以及绝经后 导致的激素的缺乏 导致的盆底肌肉的 肌肉发生松弛 盆底肌肉 对盆腔脏气的支持不足 从而导致盆腔的脏气下垂 使尿道变短 旁徨与尿道之间的角度 偏下移 所以说让旁徨对尿液的控制 达到一个能力所有所降低 主要是这么来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 所谓的压力性尿失禁 对吧 就是我们常说 那个东北话讲 就夹不住尿 对 尿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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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生这种压力性尿失禁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 或者老一点的人 都会告诉他 这是正常的事 就是好像绝大多数 上了一定年纪的女性 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不是病 然后呢 甚至是你像这样的 这个情况 也不太好意思去看医生 那这种情况 它能治吗 或者说它能治愈吗 首先呢 压力性尿失禁分三种类型 首先是分轻度 中度和重度 轻度的压力性尿失禁呢 它只是在咳嗽 或者打喷尼的时候 发生漏尿 一般一周出现到 两到三次左右 而中度的压力性尿失禁呢 在你弯腰 抬东西 或者是走快跑的时候 发生尿失禁 这种时候呢 就是说 它会出现一个 非常严重的漏尿 而重度的尿失禁患者呢 常常在站立时 就会发生尿失禁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种 一般来说 中度到重度的患者 是需要治疗的 轻度的患者呢 可以通过药物 或者是一些盆体功能 盆体功能 盆体的器官功能训练 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 而中度和重度的话 其实一般就需要 接受手术治疗 哦 是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我现在大概理解 为什么它算射胶癌了 是吧 有些会儿 就是干啥都不行了 都不敢出门啊 是这样 这个冬天还好一些 运用到了夏天的话呢 就是女性 她由于产生漏尿 她自己要带护垫 护垫的话呢 夏天的气温比较热 它会反复地产生 一种漏尿对皮肤产生刺激 会寻生局部的 那个会音部的 一些湿疹和那个搔痒 而且会产生一些 异样的气味 所以说导致这些患者呢 不愿意过多的 去人流多的地方 不愿意与过多的人 进行交往 所以久而久之呢 对自己的生活 造成了一个 负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导致它 感觉跟任何人 去那个进行 一些交往的时候 都会受到限制 这个是这个 在医学上交为射胶癌 这个是不是 比如说我要是 发现自己 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从轻度 我用用药啊 或者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训练呢 它就会有缓解 轻度的话呢 我们一般主张是 所要看的患者的岁数 以及患者的 一个身体状况 有的患者呢 过于肥胖 也会导致一些 压力清掉时 你的症状出现 轻度的话呢 一般我们主张是 通过吃一些药物 但是药物的副作用 稍微大一些 主要是土张是说 做一些提肛运动 就是不自主的 收缩肛门 从而打到 锻炼盆底肌肉的 一个效果 这是针对于 轻度的一个 尿式进行患者 而中度即重度的话呢 在我们医院临床上 有一个叫 那个尿动力分析 尿动力分析 尿动力分析的话 可以测出一个 它那个漏尿的压力值 通过那个压力值的话 我们就确定一下 这个手术的方式 以及手术的 是否需要做精神手术 通过这个压力值 那个值来界定 这个基本上 这个治愈率呢 治愈率 会不会完了 我治完了 没两天反弹了 又不好了 不会 这种手术的方式 治愈率一般达到 96%以上 那治愈率还是很高的 接下来想问您 这个您做过的 这么多手术也好 或者说治疗过的 这么多患者也好 您年纪最大的 大概是多大 82岁 82岁还能接受手术吗 82岁 这位老年女性的 精神状态特别好 身体状况也非常好 她就是这种疾病 已经困扰了 她将近15年了 她找到我之后呢 我给她做完这手术之后 三个月之后 再过来复查 这个老太太 非常高兴 就说再也不用说 每天出去 就是社交的时候 去垫个尿垫 而且在那个 异味都没有了 所以说 她接受了这手术治疗之后呢 感觉这个 给她带了一个 新生 可以这么说 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 对 实际上呢 把您请到这之前呢 我们特别在我们都市 荣媒的朋友圈当中 把您要来 这个消息发布出去了 然后有很多观众 一听到说您要来 这马上了 这个就把自己的很多问题 就给我们留言了 那我们挑出了几条 稍后的话 您给我们 为友解答一下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那么接下来就辛苦 大瓶前的大牛 好的 其实每到这个环节 我们这几期应该是 一期比一期网友的 这个反响要更强烈一点 我们看到这一期 有网友开始问问题了 我们先看第一条 第一位网友是这样问的 说专家您好 我今年已经40岁了 我家二胎宝宝 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应该是高龄了 是吧 高龄产妇 产后不久就发现 我有尿失禁的毛病 多的时候一天会有三到四次 我这种情况需要治疗 而且最重要的是 目前还在哺乳期 能够接受药物治疗吗 是这样 根据这个患者的本身情况 他现在是个高龄的二产妇 他出现尿失禁的症状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他现在患者介于哺乳期 所有药物治疗 对于患者不是说特别合适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这些患者 可以在家先做一下 盆底脊肉的恢复锻炼 比如说提抗运动 每天做500到1400 然后看看症状有没有好转 如果说还是没有好转 还是会出现这么多疼尿失禁的话 我建议他停止普鲁的时候 到我们医院来就医 我们根据他这个症状来评价一下 他接受什么治疗比较好 不管您是否患病 我觉得经常做这种提抗运动 还是应该有好处的对身体 对吧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条 第二条 这位跟上一位情况又不太一样了 这位问到说 我母亲今年已经70岁了 近半年发现他会有时候会尿裤子 最多一天有的是五六次 像他这样的年纪 因为岁数可能偏大了 还能够接受手术治疗吗 是这样的 我们患者能否接受手术治疗 我们要通过入院的后一些相关检查 比如心肺功能的一些检查 他能评价出这患者是否能适合接受手术治疗 但是如果说这位患者像他说的 是尿失禁的一个病重的话 他这个手术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是床上是非常少的 而且患者可以半码就可以做处理这个手术 并不需要全码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身体状况 就是说只要是说能符合我们的手术标准 我们都可以进行手术治疗 如果很严重了 确实可以考虑手术 对 好的我们接着来看 第三位网友跟头两位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因为这位今年刚刚30岁 而且是没生过孩子 但是在做健身运动的时候 出现过几次尿失禁 他想问一下这是病吗 如果去看医生的话 该到哪个科室 需要医生给普及一下 首先这位患者的年龄比较年轻 而且没有生过孩子 他说的 他所说的尿失禁 我感觉他的叙述并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他健身的时候在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尿道比较短比较直 所以说有的时候 他这个科室是充盈性尿失剂 就是他膀胱里有尿 他一运动的时候尿就出来了 而并不是说压力性尿失剂 这种情况如果说反复出来那种情况的话 建议他到泌尿外科去救诊 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病史 他的症状 我们给他进行一些评估 然后看看他到底需不需要治疗 但是一般他所说的 是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 所以说一般来说 不需要药物治疗 这还是比较轻微的 比较轻微的 刚才听了专家的讲解 我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生病不可怕 千万不要汇集记忆 没错 其实这个疾病最大的治疗的障碍 还是在患者的本身 只要患者本身有正确的意识 积极地配合治疗 就一定会有比较好的疗效的 我刚才听明白了 这个病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 就是一种慢性疾病 只要治疗好 完全可以摆脱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 而且射胶癌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和压力 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治疗 再配合一些积极的锻炼 来巩固临床上的治疗效果 就完全可以康复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些 康复训练的方法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盆底肌的康复训练 首先第一步 激活盆底肌 第一个动作 我们坐在垫子上 脚心相对 右手拿住一个网球 放在前三脚区域 做顺时针或逆时针的运动 注意同时 腰背挺直 自然呼吸 下面我们进行激活的第二步 我们采用稳定坐姿 坐在鱼虾球上 以顺时针运动或逆时针运动各时圈 同时采用自然呼吸 第一个动作 我来介绍一下凯格尔呼吸法 我们采用跪姿跪到垫子上 双手放置小腹 想象阴部吸入空气进入身体 缓缓上升 拿着鼻风 同时收紧我们的盆底肌 前后三脚区域 现在缓缓放松 气底下放 直至整个盆底肌的放松 此动作15次为一组 做两组 好 下面第二个动作 我们双脚开立与肩同宽 脚尖成外八字 垫起两个脚尖 缓缓向下蹲 膝盖的角度 因人而异 达到45度到90度 同时保证腰背挺直 我们采用凯格尔呼吸 向下时吸气 打开盆底肌 想象是张开翅膀的蝴蝶 站起时收起蝴蝶翅膀 收紧坚持五秒 此动作15次为一组 做两组 再好的训练也需要坚持 坚持才是恢复健康的硬道理 所谓的这个社交癌 这个名字挺可怕的 其实它真的不算什么大病 但是如果不积极治疗 那就真的会像癌症一样 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了 没错 那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希望我们节目能给大家 传递一些健康的实用的知识 好的 别忘了每周三周四晚上的10点10分 健康新主张首播 那么重播的时间是 每周四和周五的上午的8点02分 和下午的14点39分 健康新主张 我们共健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